各位记者朋友,大家下午欢迎参加商务部力求协议发布会 今天的网续时间有条信息给大家通报 据企业反应,欧委会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 索取中国电动汽车及电池企业生产经营、发展规划、技术工艺、产品配方等方面的 大量信息,比如要求中国企业详细提供电池成分和配方 还要求企业提供电动汽车生产成本 所有电动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、主笔、采购信息 销售渠道和定价方式、在欧客户信息 供应链、布局信息等等 欧方搜集信息的种类、范围和数量前所未有 远超反补贴调查色序 欧委会在调查过程中多次称 不合作就将面临独立裁决结果 强制要求企业提供上述信息 在中国企业尽最大可能配合调查提供信息后 欧委会仍无端指责中国企业未处分合作 对企业裁决惩罚性高额税率 中国企业对此非常震惊和失望 欧方有关做法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 罔顾世贸组织规则 破坏公平竞争 破坏全球绿色转型和开放合作 对此中方坚决反对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